來 我是比較喜歡穿個性一點的 妳還滿正的 今天穿這樣 對 因為我喜歡要比較個性的風格 但是好像可能還沒有到那麼粉 沒有像老師們介紹的那麼粉 那我的頭髮顏色又染那種深綠色 那請問老師我要怎麼樣去搭配 其實我覺得比較個性派的女生 家裡的衣櫥真的很難出現 那種粉嫩的顏色 我根本沒有 這已經是我最淺的 對 這已經算是失敏 我相信是你最淺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真的像失敏這樣個性派的女生 你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屬於個性派剪裁的單品 但是它是粉色系的 那看起來的話會比較OK 比方 我們先講一些飾品類 或者是包包類 那帽子很酷 我知道 對 像這個帽子 遠遠就看到它 這個帽子它就是非常個性的 然後它有一點點帶有粉藍的顏色 可是你看它又帶一點點灰 它這個顏色就適合皮膚 比較白皙的女生去帶 戴起來就會滿有個性的 或者是像今年如果說這種方包 你看這種方包 它是這種好像牛奶色 跟這個粉藍色融在一起的顏色 非常非常的美麗 然後這種顏色又比較優雅 在失敏身上帶也不會覺得奇怪 像這種都OK 上班族配灰色卡其色都很好 對 真的有問題 你是說有一些上班族 他們的制服是黑色的版 不會 我覺得這樣 可以 黑色可以搭 反而去調和 讓它的顏色身上 不會感覺那麼強勢 或那麼樣的嚴肅 或今年很流行水桶包 你也可以選擇一些 你喜歡粉藍 但是你覺得怕太嫩 太嬰兒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些丹寧布料的 你用丹寧藍 它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的樣 或者是 像今年有一些手拿的方包 它也是上面有一點點淡淡的 像這種 這個失敏可以拿拿看 它就是變得比較 比較稍微個性派一點點 不會覺得說 它感覺太粉嫩 太嬰兒的感覺 像剛剛失敏如果拿這個方包的話 我覺得會滿適合的 可以 對 就滿可愛的感覺 或者是有一些粉色的 然後今年這種很可愛的 很像腮紅的那種粉嫩的顏色 然後旁邊有這種 這個弄到那種牛仔褲褪色 就瘋了 這不行 所以我就建議 就下雨天的時候不要拿 或者是你不要穿牛仔 不要穿深色牛仔褲 或者是你真的是覺得不要太粉 失敏可以拿這種稍微桃紅一點點 然後這種桃紅一點點的話 就是延伸它裙子上面的桃紅色 去把它延伸出來 看起來就不會太奇怪 今年也有很多這種 比較屬於個性派的單品 我覺得是失敏可以接受的 比方說像 皮衣 對 皮革的皮衣 但是它是粉藍色的皮衣 然後後面還有流酥 就是一樣有褲褲的感覺 可是它是粉色系 這個就可以配深色的牛仔褲 或者是像這種比較粉色的 也是粉色系的這種皮 然後是騎士夾克 整個漢嘎我都不會買 那個漢嘎 都是我最怕的顏色 這個好難配 可是你看像這個 就非常非常淡的草莓奶昔的這種粉 然後再加上這種白色系 去做一個拚接 但是它也是比較個性派 這種失敏穿就OK 看背面 背面很正 很正對不對 它有一點壓折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膨裙 然後它這個臀部的線條修飾 非常漂亮 而且看起來不會有任何的違和感 很像那個 對 護士 小二科的護士 或者是像這種斗篷 如果天氣冷一點的時候 這種斗篷 然後它有一個可愛的小帽子 然後它也是屬於這種粉色系的 所以今年這種粉色系的單品 如果你不敢挑 怕太Pink或者太Blue的時候 變得很幼稚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個性風的剪裁 就沒有了 了解了 好的